英国经济学家信息社近日公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最适合居住城市的报告 中国大陆有八个城市入选 北京排名最靠前 但是这一排名受到北京居民和各界的质疑 他们认为北京在生活成本 交通 环境污染 基本人权等方面都比较差 艺术家艾维维还曾经指出 北京是一个暴力城市 英国经济学家信息社发起的这项调查 每年进行两次 根据8月30号发布的最新一期报告 在全球140个参与调查的城市中 中国有八个城市上榜 北京排名最靠前 位列72名 其他入选的城市依次为苏州 天津 上海 深圳 大连 广州 青岛 为此 新唐人采访了北京居民和相关人士 发现人们对北京的看法和这份报告相差甚远 北京这个城市表面上看 非常的所谓的这种现代发达 但是实际上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个城市里就居住 实际上是要承受非常多的委屈的 这个城市在我来看 只有一些特权人士 一些富翁在这个城市里头 他们才能得到基本的这种正常的对待 而普通老百姓是不行的 根据北京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截至2010年底 北京市机动车拥有量已达到480万辆 交通拥堵严重 为此 北京当局被迫长期采取单双号出行的措施 而今年4月份 北京沙尘严重 空气质量严重不达标 北京市的总人口更是已高达近2000万 其中有超过500万的外来打工者 北京超高的房价迫使很多人被迫窝居 北京居民 耕护自由不久的艺术家汉卫 近日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 北京是一座暴力城市 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他表示 这座权力和金钱的城市中 政府官员 大企业负责人灯红酒绿 尽享荣华富贵 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 从事修桥 铺路 盖楼等重体力劳动 却住在破漏的房屋中 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他们就像是北京的奴隶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长期以来被当局严格管制 对于现在的北京是否适合居住 土生土长的北京市民周中表示 每到所谓的中共敏感日 满街的警察和带红绣标的人 让人看了觉得很恐怖 而且在一党独裁之下 北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根本没有改善的希望 中国老百姓政府不说了 中国老百姓素质比较低 连民主人权都没资格享受 连普选都没资格享受 所以空气质量各方面是一种质量 当然也相应要降低了 因为中国人是属于三等人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就被定义成三流人了 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 到1999年开始迫害法文宫 中共当局在北京的残库镇压 使这个古都充满杀戮与血腥 近年来 北京当局又对维权与上访人士 强加打压 维权律师高智盛 许志勇 江天勇 藤彪等人 纷纷被抓捕 为爱滋病患者呼吁的胡佳被判刑 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赵连海 也被判刑 甚至身为艺术家的艾未未也被抓捕 非法关押长达两个月 北京现在居住就是 有钱有势的人可以 你普通老百姓在那里 真的根本就没有身份的地位 我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年 就是因为有了上访这个事情 房东都不敢让我住那里了 自六月中旬开始 北京市有近三十所打工子弟学校 相继被当作违章建筑 遭当局强拆 数万学生面临失血的困境 新唐人记者长春 李谦 萧宇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宇采访报道